讀诵授耻 霸臣经典 授耻 皆观照也 这一句话说明了 就像每一个宗派修行的方法 他没有离开观照法 读诵是预备修学的阶段 先要把经读书 不读书从哪里观照起 没法子观照 所以你要想用功 先要把经念书 古人 修行比我们认真 比我们守法 古人老实 现在人聪明 什么叫聪明呢 投机取巧啊 古人不会投机取巧 老老实实的 所以古人呢 那个功夫比我们好 比我们也快 我们看高僧传 看居士传都看到 无论在家出家 都相当可观 不相信现在人 老实从哪里看 第一个 你都能观察到的 肯念 这个就老实 现在人不肯念 一听说要背书的 吓跑掉了 故人都是从背诵下手 赌诵啊 赌诵啊 赌诵是看着本子赌啊 诵是不要看本子 背诵了 他能背得很熟 能记得很清楚 他才能受持 佛在经中讲的道理 他接受了 佛所讲的方法 他也接受了 赌是什么 赌是真正做到 那个叫赌啊 现在有很多人 把授词两个字 搞错了 完全搞错了 认为这个授词 就是把经念一遍 我叫授词 这个完全弄错了 那是读诵 那不是授词 每天 你把你的扩诵本念一遍 那不叫授词 读诵 授词是真正的 明打其意 一教修训 真正做到 这个就是授词 所以金刚经商 一再说 那个交量功德 很多遍啊 这我们很熟的 于这个经商 乃至授词四句记 再加上为人引述 那个功德 富德 无量无边啊 四句记 四句 哪四句记呢 任何四句 四句就是一手记 任何四句 不要说四句 碾锯都够了 你的一生 受用不尽 你就凭着碾锯 可以照诸 可以照解 只要这个年句四句 常常在心里 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 统统换掉啊 它就管用了 这叫授词 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 受持就是此地讲的关照 所以我们必须要晓得 我们必须要晓得